業主找裝潢公司來裝潢 從5月初到現在 卻都遲遲沒有完工 業主又在催近度 裝潢公司負責人誇下海口 答應這禮拜五前就會完工 但是施工現場一片凌亂 該裝的木板還沒裝 該機的電線也還沒接 完成工期恐怕又得再拖延 實在讓業主欺詐 很倒楣啊 就遇到一個這麼不負責任的 一個設計師 然後你跟他抱怨 他還會凶你 還會過完電話這樣子 講起來依舊很生氣 藍小姐購入新屋找裝潢公司裝潢 給了錢卻一再拖延百爛 蠻囂張的啊 因為她一直跟我們強調說 我有在幫你們處理啊 我是跑了嗎 我跑了我就不會跟你們聯絡了啊 什麼什麼 就是講一些那種 蠻討厭的話 藍小姐當初找上蔡先生的裝潢公司 想說他們在成品有社會 給了55萬多塊錢 5月8號動工一拖再拖 到現在都還沒完工 找上負責人 她態度敷衍 不斷找借口 而且還不只業主受害 一直說會處理會處理啊 就可能就不知道在忙什麼 同家裝潢公司負責人 找上零性募工配合 幫忙施作天花板工程 但應該要付的8萬 卻遲遲沒付 媒體報導後 給了一半 另一半會不會付清 都還是未知數 一年可能換個八九個老闆 甚至十一二個老闆都有可能啊 那我們來就是做一天 然後就領一天薪水這樣 就是個信用 有的時候會蠻無奈的 現場的師傅去看完說 哪邊要幫你修復 我總不能炒菜的 為了趕時間 我炒菜幫你教武吧 裝潢公司浩大 不管是業主找裝潢公司 或是裝潢公司找配合工班 沒有白紙黑字 全靠互信 卻遭有心人士利用 給了錢不動工 或是是做工程 卻拿不到錢 恐怕只能尋求法律途徑 討公道 這也將入圍黃珊新聞報導